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Enjoy Art 很久没拍过影片了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最近开了一条新的频道 讲书、电影等等 很努力拍那边的影片 但未来也会努力拍Enjoy Art的影片 因为我想多些时间在家陪下小猫 未来的日子未必会去搞班 但是2020年我有一个新的决定 我希望把我懂得的有关Art的东西 无条件在YouTube上分享给大家 好吗? 其实我懂得很少 但是我真的很想分享我懂得的东西 还有我真心觉得 有很多东西在这个年代真的不用出去学 其实你出去学Arts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即是你学到什么呢? 现在这一刻来说 其实Skill那些都不是最大的重点 反而我自己觉得 首先第一件事 你去到学校学的东西就是 你和同学之间的互动 以及你体验到同学的想法 以及老师的想法 即是你们之间的气氛 很难说 总之你去到这些同学里 你们的相识 就会令到你的灵感爆发 所以跟网上学是有点不同 不过我就想把我懂得的东西 在网上说了 首先 将来有机会 又有时间 你又很想认识一班新的同学 又或者很想认识一下我 那大家先看看有没有分享会 或者搞班 现在暂时这一刻 就先存下人数 先存下人气 看看到时怎样 将来的东西将来才算 那今天呢 你看到的topic 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样东西 就是Procreate已经出了Animation 耶 等了很久 这个Animation的功能 那么呢 我现在快快脆脆为大家介绍 即是如果你有iPad 又有Procreate的话 你又想快快脆脆 学识那样东西 我就快快脆脆教 因为我看到网上的英文那些 很长气 好讲很多 那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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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按这个 Sibala 你选择了Sibala 之后 就有这个 因为我用英文的 那你自己就回位 如果你用中文 我不肯定它是没有中文 所以我用开英文 它有这个Animation Assist 你又按开它 咦 接着你就会看到 下面这里 就有这些 一张张纸 那这些纸 它有几样东西 有Setting 和Add Frame Add Frame 譬如我想多加几张纸 我就不停地按这里 就可以加了 那我就 画一些简单一点的东西 譬如我画几个正方看 然后向上升 那就是第一个 在这张纸 你看到它是这样 因为PoCreate 这个Animation 我一直画一直说 PoCreate 这个Animation 它有一个不好处 就是每一个动作要自己画的 我可以之后介绍其他的转型 其他的转型 其他的转型 譬如它会自己帮你画 自己帮你画 自己帮你Animation 一些动作出来 那些就方便一点 但是如果你用PoCreate 你画的东西可以很仔细 和很漂亮 和我刚才说的简单 不一样 我按Play 我按Play 它就可以这样移动 刚才你看到 它很快 你可以选择慢一点 Frame Per Second 就是每一秒里面有多少个Frame 因为你看到我这里的Frame很少 如果你选择这样就越快 你这样就越快 每一秒有42张Frame 但如果我选择向这边 就慢一点 按Play 就慢很多 我不弄得太复杂了 其实我是想介绍一下这个功能 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功能 容易上手 容易用 之后才慢慢再试 好 今天就这么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